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思敏 两岸大事国际震惊 军事脉动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节目一开始 欢迎嘉宾参与讨论 首先欢迎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立委蔡正元 蔡委员 思敏好大家好 文化大学广告系教授 纽泽勋老师 思敏各位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个是来自于国防部发布的通报 10月22号这一天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号 先是现身在距离台湾本岛西南方 大概是400公里左右的一个东沙群岛海域 随着他就一路的向北 接着就是通过了台湾海峡 辽宁号事实上才在上周 刚参加了共军联合力舰2024B 我们才一起关心过的这一场军演 当时辽宁号在台湾东南方进行了活动 也从甲板上看到是有起降殲-15战机 侵扰了台湾东部的空域 我们来看看才刚举行完的联合力舰2024B 扮演是进入台湾东部兵力保存区的一个角色 马上的就穿越了台湾海峡 近期辽宁号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动作 在未来在假设说如果共军对台动武的剧本里面 又会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 戴老师怎么看 辽宁号航母它从原本的科研舰 因为它最早的时候 这是中国的第一艘的航母 而它的原本就是从乌克兰买过来的 乌克兰当时把它都拆解掉了 只剩一个船客 动力都没有 就这样直接拉到中国来 那是中国第一个是想要了解 什么叫做航母 航母的结构布局 它功能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它原来是作为研究用的 所以我们叫做科学研究舰 那这个科学研究舰累积了 对于中国大陆的很多科学家 工程师 他们对于制造航母的整个知识 理念都掌握住 掌握住以后 辽宁号航母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打造出来的 打造完成了以后 它开始进行第二个工作了 就是训练舰 因为大陆不会只有一艘航母 它未来还有第二艘 第三艘 第四艘 第五艘的航母 在这个时候它就作为训练用 也就是说 既然有了自己打造出来的第一艘航母 那怎么让这个航母能够去正常的运转 因为航母最主要是一个海上的移动基地 是一个空军的一个基地 那怎么样在舰上起飞降落 这个对大陆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不但是起飞降落而且防护系统 还有就是怎么样去进行支援作战 怎么样进行联合作战 那这个都是新的科目 对大陆来讲都是新的科目 所以它原本也把它扮演成为训练舰 没有要投入战斗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作为母舰来做训练 训练完成了以后 它就可以作为一个摇篮了 也就是当它有第二艘航母的时候 以这个为基础的舰载的官兵 不管是航海兵或是航空兵 他们就可以移到第二艘去做教官 来带他们的后面的这些学弟妹 或者是其他的军人 然后第三艘第四艘这样发展起来 那等到他们的辽宁号到山东舰到福建舰的时候 这个很明显的它的训练的功能 阶段性的任务也完成了 它就转化成为战斗舰了 所以它已经完全是具有战斗功能了 不再只是具有训练跟科研的功能 它是战斗的功能 一旦是战斗的功能 那你要在战场中使用 那如果台海两岸之间爆发冲突的话 我相信在台湾的西边 因为靠了台湾海峡离大陆很近 离大陆很近 那平均就180公里 大陆在福建 广东 然后浙江 江西这个地方 都有各种各样的军事基地 空军的军事基地 还有火箭军 还有陆军的这些远乡火的基地都在这边 所以如果对于台湾的西侧这边的打击 这个足够可以覆盖 那当然你空中的战机 也可以对台湾的东侧进行打击 但是它的方向都必须要从大陆这边过来 所以对于台湾来说的话 是比较能够掌握解放军的动向 不管你从这个西北边 或是从西南边 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方向 航母当它进入台湾东侧的时候 那对于台湾的防守 或是台湾的作战观念 它就必须要改变了 因为它不能够只面向西 它要面向东 而且东是可移动的 它要不在东边 在花莲 要不就在东南边 在台东 要不就在巴士海峡 那就已经靠近这个屏东 然后要不就在东北边 在宜兰这个地方 那你想当它在东边这个地方进行移动的时候 那对于台军来讲你就必须要拆成两部分了 一部分在东边 一部分在西边 台军本来想它的观念是认为说 我怎么样在跟解放军交战的时候 第一级的时候保存战力 那也就是所以才会把加山基地 还有把制航基地 就台东的制航基地都转变成为 因为原本我们台东的制航基地 它原本是作为我们叫做假想敌中队 也就是说因为台湾的西边 离台湾海峡太短了 所以我们的不管是 你在这个新竹的幻象联队 台中的青千岗联队到台南 那么这些联队 它本身很难在一个广大的空域里面 来进行演练 所以它通常都是在这个地方进行巡逻 可是你要演练两军的交战的时候 就有假想敌中队 所以原来假想敌中队就放在台东 所以他们可以从台湾的东部海域 这个地方进行演练 那你想当辽宁号航母 常常在那边巡逻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的演练的空间也被萎缩了 也被萎缩了 然后在巴士海峡的演练 甚至我们在大鹏汪的这些试色 也事实上被局限了 因为我们每次室射的时候 解放军就会来 就会来看 所以也被局限了 然后你在东部海域的 这个也都被限制住了 转场被限制了 保存战力被限制了 然后再加上兵力的分散 那辽宁号航母 你看一个航母战斗群 它就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功能 如果两个航母战斗群呢 那它当然对整个东部 它已经构成了在空中 具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的地位 所以我觉得辽宁号航母 它就形成了一个 非常灵活的一个作战的工具 所以我个人的推断是认为 对于台湾来讲的话 它的兵力当然就会呈现出 这个不够使用的这种现象 好 辽宁号航母移动到东边 台湾的东部去 不仅对我们造成了 一定的压力之外也改变 或许在这种作战的策略上面 也会有所改变了 不过我们也要来看看这一场演训 背后所代表有哪一些政治上面的讯号 来做一下解读 辽宁号这一次特别是穿越了台海 那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建 在10月23日做回应 他说中国的航母在自己的领土和领海行驶 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国防部长顾立雄之前确实是有提到 对于台湾的封锁就是视同于战争 但是林建也抢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不存在什么国防部也不存在什么国防部长 这也不是一个外交上面的问题 好 我们刚刚说了上周才刚结束了联合力舰2024B 这周就辽宁号穿行了台海 北京到底要释放什么样的政治讯号 是想要推进台海内海化吗 林文老师怎么看 基本上我认为大概北京有几个考量 第一个考量来讲的话就是呢 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在10月20号的时候 美国跟加拿大军舰有通过台湾海峡 宣示主权的一个概念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 因为这些相关一些动作 它结合了整个联合力舰B这样的一个环岛的一个军演的操作 它要凸显出 也就是说它有海空控制台海这样的一个能力 也就像主持人刚刚所讲的 这个战略当然希望能够某种程度的 把台湾海峡做一个内海化的一个操作 它这样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操作 它基本上它可以针对美国或是美国的一个联盟 去进行一定程度的一个压力测试 意思也就是说我做这样的一个反制 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来因应 你是还是会有一些相关盟国的军舰 持续穿越台海呢 还是你又转移到这整个美国跟日本的一个 历舰的一个演习历舰军演的一些相关一些操作 还是你美国会有其他的一个制约的一个方法 好 那第二个也就是呢 它希望能够借由这些动作去震折台湾 也就是说呢 我不断地透过这样的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策略 我看你台湾方面到底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 因应的战略或是战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操作 它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动作里面 去获取一定程度的一个资讯 我觉得这个脉络 其实它也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因为毕竟就是说 北京方面不断地宣示 这整个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台湾的一个事务 它是一个内政的一个概念 它要排除外力干涉 排除外国势力的一个干涉 那意思也就是说 美国如果结合其他国家 你在这个区块有一定程度动作来讲的话 北京方面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动作 定义成是一个挑衅的一个部分 意思也就是说 在美中权力较劲的一个结构过程中间 你美国对我的一个步步进逼 我一定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反制的一个作为 在权力上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平衡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北京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考量 那另外一个战略考量可能就是 内部政治的一个因素 内部政治的因素 比如说希望能够进行权力的一个稳固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也很清楚了解 现在大陆的一个经济 在拉伸的一个过程中间 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局限性 那所以他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 转移焦点相关的一些操作 进行跟美国跟其他美国盟国的一个 权力方面的一个较劲 或者是军事方面的一个较劲 把焦点都集中在这一块 那所以呢他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缓和内部的一个压力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上面来讲的话 这个部分当然也是北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考量 所以大格局还是在美中之下的这个竞争 我们除了解读这个背后的政治讯号之外 我们也来看看实际上这场军演 这个包括了辽宁号 他上面跟他上面的舰载机 他的实际战力实力又到哪里 这是来自于这个环球时报旗下的新媒体 书密院10号最近做的一个报道 盛战辽宁号他的作战能力很好 那他引述了日本防卫省的相关数据显示 辽宁号从10月14到15两天 累积起上舰载机140架次 那包括他平均单日的出行达到了70次 刷新中国航母舰载机出行的这个效率 距离美国的超级航母是已经不远了吗 维远怎么解读 首先我们要看几个数字 他说观察到两天内累计140架 这是观察到的 是不是他这个所谓的容量规划的数字 不清楚 就是说到底这个辽宁舰 在作战状态底下 可以一天里面起降多少 我算给大家看 以这个日本人观察到140次 表示20分钟一次 20分钟一次不是下来起降 还包括装弹 还包括装弹 它有紧急快速的维修 所以每20分钟一架 每一次20分钟一架 一天就刚好多少 70架 然后两天就140架 这个是 这个 但这个是不是在作战状态底下 换句话说 20分钟一架 它会不会在作战状态 可以缩小到10分钟一架 因为没有客观的数字 我也不敢讲 好 我们假设 这个就是他作战状态底下的起降的次数 我们来比较一下 这个 雷根号 因为你不能跟福特号比 跟雷根号 等于档次比较低的美国的航空母舰 雷根号来比的话 它的规划的作战起降的架次 一天是120架 那这边是70架 等于是少了50架 我就讲的是 作战状态底下的起降次数 那福特号作战状态的起降的次数 是多少 是160架 一天160架 大概这个数字 那我们再考虑一下 作战的策略上的需要 什么叫作战策略上的需要 就是说 我到底是航母跟航母对答 只这样子而已吗 那这样很显 这个辽宁舰当然 不要跟福特号比 连雷根号都比不上 都不过 因为你火力数量比较少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辽宁舰 它不作为一种单独作战的航空母舰 它就是在中国大陆的 中短程导弹覆盖得到的区域 那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叫不一样了 因为你美国航空母舰 是从你的太平洋的东岸 要跑一万公里才可以到达 这个解放军中短程导弹 一千公里的覆盖范围里面来 看战场在哪里 如果战场是在西太平洋的话 那对不起 你的美国的中短程的导弹 是打不到的 你的航空母舰是单独作战的 这个时候解放军就不是单独作战 就刚才我们来讨论 解放军的航空母舰 辽宁舰是不是要来打击台湾的东部 我倒不是这么看法 因为台湾的东部是大陆的固定机场起飞 就打得到的地方 何必那么麻烦 还搬一个那么重的东西去东岸来打台湾的东部的机场 不现实 因为你这个 这个应该是属于那种巨子用的 就是我在我的导弹可以保护得到的范围 区块到一千公里左右 就是离中国大陆沿岸一千公里左右 我的辽宁舰在这边活动 你要你的航空母舰来跟我对答 就算我起降的次数 我70你120 我后面的导弹 那是数量是无限制供应的 飞机投弹 因为飞机发射其实也是短程导弹 比如英机打船然后打飞机 我陆地上发导弹 也是打船或者打空中的目标 只要在一千公里里面 大概都可以快速有效 因为不像战略导弹那么麻烦 每次发射一下一定要核子武器才划算 常规导弹那么贵的这种战略飞弹 是完全不划算的 那常规的话中短期常规都可以 就打得下你的飞机 打得下你的航空母舰就够了 所以以这样的战场形式的考虑 只带西太平洋的话 虽然起降次数比较少 但是能难是有什么 有战场优势 我就给大家解释 所以我们在看说 是不是优于哪一个 在看你在什么地方用 什么用 那当然如果说 你叫辽宁建 跑到东太平洋去 单独的去跟他打 那这个当然是不现实的事情 我们来关心的是 美国总统大选其实已经剩下不到两周了 所以英国经济学员最近有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预测显示 现在呢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有望是以276张选举人票超越贺锦丽的262张赢得大选 这一次川普胜选的几率大约54%也较过去一周上升了6个百分点 这是经济学员从今年8月份开始做这个民调之后 首次预测到 第一次是川普是比较有迎面的 那为何他本来在8月以来都是处于一个劣势的状态 为什么在这一周之内大幅上升 是因为贺锦丽在接受这一次Fox专访时表现不够好吗 老师怎么解释 基本上我觉得有其他的一些相关原因 可能综合得出这样的一个可能的一个推论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拜登的一个执政确实对贺锦丽来讲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包袱 比如说拜登的一个经济政策 或者是他对战争并没有办法完全的control 你乌克兰现在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决定性的 一个对他有利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战役 那以色列似乎又不太甩美国 那所以在这个面向上面来看的话 有一个民调他就显示 大概有6成6的一个美国的选民 不满美国现今相关的一个政策 这个大概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来说的话 是我觉得形象魅力 因为像这种大选 基本上形象魅力还是有决定胜败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性 你虽然会发现就是说 川普他常会口不择言 然后在政策的一个叙述上面来说的话 也会惊爆一些相关的一些言论 比如说他又骂移民 如何如何等等 但就是说呢 他每每这些惊爆的一些言论 都能够锁定媒体的一个议题设定 然后对他自己本身的一个人设 或者是聚焦新闻版面 产生了相当程度加码的一个效果 他的一个网路声量 也会比贺锦丽高得多 而你看贺锦丽来说的话 基本上是四平八稳 他也希望能够在媒体前面 去展现他自己本身的亲和力 或者是魅力 但就是说这个长先期 似乎比较不太够 那选民似乎也觉得 贺锦丽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等于就是说 是利多出镜的一个概念 慢慢开始声势就往下滑 为什么声势会往下滑 形象当然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另外来讲的话是 两个政策 第一个是经济政策 那第二个是移民的一个政策 经济政策跟移民政策 这个部分 川普下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重本 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的话 川普在整个经济政策的一个过程中间 建构的一个过程中间 他认为拜登政府 在这个方面是一个弱势 他就强化这个部分去猛攻 但是呢 选民肯定也不了解 他系列经济政策 到底跟贺锦丽有什么相关的一些差别 但是呢 针对经济政策 他的一些经报言论 选民会记得的 比如说 中国抢走了我们的制造业 或者是呢 中国如果真的进入台湾的话 我对中国的产品 要增加150%到200%的一个关税 可能很多选民就觉得就是说 你反中抗中 绝对是第一品牌 因为他言论非常非常惊爆嘛 那又包括移民政策 那川普就骂得更凶了 他就讽刺 拜登针对移民政策的一个部分 拜登是后天的智障 那贺锦丽是先天的智障 根本你看 他用的词这么的辛辣 那所以基本上 对于巩固选民 他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效果 对于议题设定的一个抢攻 也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效果 虽然很多人就会认为就是说 你川普真的是口不择言 连这种话你都讲得出来 对他有负面的一个观感 但是对他有负面观感的这些人 本来就不会去投给他嘛 他只要不断地去往中间去扩张 因为他透过这些惊爆的一些言论 就有议题设定的一个效果 包括他针对移民政策 他批评民主党的一个移民政策 使美国多了40万名的移民罪犯 这些言论都很惊爆 甚至有歧视性的一些言论 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他批评拜登也批评贺锦丽 可能一般人可能没办法接受 可是这个就把川普 他自己个人的形象魅力 聚焦在媒体前面聚焦得更明显 那贺锦丽可能某种程度就相形见受 反而你现在看到民主党 他的一个助选操作 欧巴马反而变成是一个 Superstar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你看贺锦丽跟川普 在整个绅士上面来讲的话 就会有相当程度落差或消长的 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我觉得综合这些原因来看的话 这可能都是英国这个媒体 他推测贺锦丽可能会输的一些 关键的一些原因 那就看最后贺锦丽跟民主党阵营 在经济政策的一个过程中间 你即便有什么23位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得主 帮贺锦丽背书 那但是呢 这些学者所讲的挺贺的相关论述 跟经济政策相关的一些论述 太过理论太过文周周 可能民众听不懂 也没有办法聚焦媒体的一个版面 所以贺锦丽到底如何在经济 跟移民的一个政策上面 去点出他的特殊点 而且能够完全压制川普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重中之重 确实在经济政策上 这个川普让一般的选民 非常的印象深刻 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家 有非常多人是不同意川普的 这个做法的 等一下我们会来持续地 讨论这个经济政策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画面上 其实现在目前的选情 我们要来观察的是 七大摇摆州 这个州都非常的关键 那里面呢 蓝底化起来的地方 包括威斯康星州 密西根州 宾州等等 过去都被称为是蓝墙 也就是说 这边是民主党的铁票枪 尤其我们特别观察 在2016年那时候的一个大选州 这三州是以一些些微的差距倒戈 才让当年川普击败了希拉蕊 这一次贺解力在这三州的民调 都跟川普 差距非常的小 现在说已经不到1%左右了 这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 制胜的关键 这三州 蓝老师怎么看 1%等于是没有差距了 对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再看 三州 对 我们一般来讲 就不会认为 这是有差距的意思 那这也就是说 势均力敌了 目前来看 那七个月摇摆之后里面 对于这个贺锦丽来讲 真的不是一个好消息 刚刚这个牛教授 已经有分析到 内部的一个因素 美国拜登执政的内部因素 不管是移民问题 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到目前为止无解 短时间也不可能说 你15 20天 突然间美国的经济反转 因为美国的物价 事实上还是高 虽然拜登一直在粉丝太平说 或者是联准会在粉丝太平说 我们物价有控制 但是美国人他都知道 他们的物价根本没控制 因为很多人都在 玩文字的游戏 例如说我明明白白的 没有服务 我给你要服务费 然后我就直接给你写上去 可是我的底价都很便宜 我税加一堆 服务费加一堆 小费加一堆 结果我弄到最后 我的账单的价钱 跟实际上的价钱 是两件事情 那这种玩文字游戏 解决不了 庶民的生活的情况 所以民众的生活 它的物价没有控制下来 政府不断地印钱 再抬高足 而且你也知道 现在的利息 已经突破快到9000亿美元 而且估计可能会 每一年的利息就万亿美元 一兆美元 这对于美国的政府来讲 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拜登政府这几年内 就是不断地印钞票而已 所以我个人认为 经济的问题 内政的问题 它短时间内 不可能翻转的情形下 那什么东西会压垮 这个核井力呢 因为目前的趋势是往下 你也知道 蜜月期一过往下走 这个绝对是坏消息 因为这个趋势 一般来讲 你很难再把它拉回来 它只会是每况愈下 而且你也发现到现在 川普已经又重新获得 这个新闻版面 不管他讲话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逻辑 或者是 可是他就是抢占新闻版面嘛 网络上到处冲刺的 都是川普的这个名言家具 即使你觉得荒谬可笑 他还是上热搜嘛 贺锦丽没有啊 你几乎找不到贺锦丽 被人家做成了短视频 那这样子怎么选啊 还有我个人是认为 中东地区会是 它压倒它的 最后的一根大槽 也就是说 目前来讲 我们可以很确定的是 不管联署也好 特别是YT 这些视频 他们都用 违反他们的 这个播出政策的理由 例如说 有恐怖主义 画面血腥 不鼓励战争 等等等等等等 各种理由 就是不让加沙地区的 以色列在那个地方的 残忍的屠杀被曝光 您一定会留意到 YT在这段时间内突然间都没有了 那这代表什么 他可以很光敏堂皇地说 这是我越反我的政策 我就是不跟你播 其实是在暗中帮助民主党的贺锦丽 因为美国的年轻人 大学生 他们忍受不了这些画面 对 美国的穆斯林 他们受不了 甚至美国的非洲一的美国的年轻人 他们原本也都是比较多支持民主党的 他们不见得会把票再投给民主党的贺锦丽 那换言之也就是 如果这些画面越来越多 例如说我请教你 前段时间为什么那一位年轻的 这个巴勒斯坦的 在难民营中的那些年轻的大学生 长得英俊潇洒 二十岁的大学生 他被大火烧死 他的妈妈也被烧死 而画面怎么会流出来 那这代表什么 有人突破封锁了 所以锁不住 那如果说今天马斯克 或者是有其他的媒体 这些画面越来越多出来 以色列把人质绑架在战车前面 把巴勒斯坦的平民百姓 绑架在战车的前面 去作为人肉盾牌 这些类似这种画面越来越多出来 不管是在于真主党 离南地区 或者是在加沙地区 这些画面越来越多 都在新媒体 年轻人最常看的媒体出来 那你觉得会发生 发生IG这些都出来了 他守不住了 都跑出来了 那怎么办 我觉得压垮这个贺锦丽的稻草 就是看马斯克的力量用对了 还是用不对 也就是说 我就大肆地让这些新闻都出来 然后让你YT再也守不住了 新闻媒体 传统的媒体必须要报道 你新的媒体必须要转播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贺锦丽 对于很多少数族裔 她更坚定的 甚至年轻的选民 愤怒于贺锦丽的立场 的不明不白 愤怒于民主党 对于纵容以色列 在加沙地区的杀戮 我想这个可能是压垮 贺锦丽的最后一根调查 好 谢谢赖老师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这些产业消息 我们来特别关心的是 中国大陆的AI加速发展 让美国挥达 大执行长黄仁勋都倍感压力 尤其近期 回答的晶片出现了一些些的问题 我们要来看 这黄仁勋自己说的 在23号他造访丹麦的时候 他证实说 自己公司最新款的 这个Blackwell的人工智慧 这款AI晶片设计上 他说呢 确实是存在瑕疵的 他说虽然说可以运作 但是呢 良率真的是比较低 黄仁勋的坦诚这个瑕疵 百分之百是回答自己的错误 还强调说 台积电他已经协助我们 亡羊补饶持续了 另一方面呢 AI的独角兽 零一万物的创办人 也之前Google中国总裁李开复 他也特别强调 相较于美国的AI巨拨 中国大陆的AI优势在于 制造真实的这种推理引擎 这是AI应用蓬勃发展 商业落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我们看到黄仁勋这一次 自己主动承认自家晶片设计 是有问题的 而且他还说 跟台积电是没有关系的 很小心保护住了台积电 是要维护跟台积电的关系吗 现在面对的是 这个中国大陆的部分 AI持续的追赶 黄仁勋还有犯错的本钱吗 维员怎么看 这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所谓的blockware的设计有瑕疵 这个可能是一个新闻上的误解 对于blockware本身 作为一个很好的GPU 它的设计是没有瑕疵的 重点就是说 我们每一款的这种GPU设计好以后 要如何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到进入制造程序 然后它在进入这个制造程序 在调整它那个整个的这个GPU的 这些晶片线路图的时候 会发现到 用它原来设计的制造的过程 会使得它的这个 所谓的制造出来的良率非常低 然后台积电在制造方面 当然是全世界首届一指 然后就一看就觉得说 你把你的东西到我的制造的 这个程序里面来的时候 就会造成这个现象 那刚开始这个黄仁勋 他们底下公司的人就 那怎么可能 我以前都这么做的 他忘了他现在改变新的架构 要进入制造程序的话 如果用原来的方式 会产生很严重的良率下降的问题 然后这个后来发现 他们自己真的弄错了 因为制造有些东西 就是不是你的专业嘛 所以台积电就帮他改 改说你要用什么方式 进入制造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才会把良率给提高 所以黄仁勋承认了 就是说我的良率错了 平常讲这个承认也没什么丢脸 他本来就不是制造的专业嘛 那你不表示说台积电 有能力去设计这一款晶片 这两码只是 就是我会设计汽车出来 可是汽车如何进入这种 所谓没有人工的制程里面去 那就不是我的专业啦 先装轮子吗 还是先装屋顶吗 这个可能各个专业都不同啦 那黄仁勋他们在这个 进入制程都以为跟以前一样 错了 好的 第一点 第二个 李开夫讲的是对的 大家印象深刻啊 2010年网络泡沫多惨 什么叫网络泡沫 就是哇 互联网时代来了 每个人都搞APP 每个人都搞网站 弄了老半天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收入 你到底能不能获利 这个才是根本的问题嘛 因为你不获利的话 你就是会被淘汰嘛 那现在AI也面对这个问题 但问题不在晶片 问题不在数据中心 因为提供运算的机器 它可以一分一秒的租给别人 那其他人就会设计很多推理引擎 比如说我要中医看病的啦 我要这个驾飞机用的啦 或者我要自动驾驶的啦 因为每个人都不同的 这种推理引擎的模式 那在这一部分的 这真的是输赢 为什么 如果我这个设计出来的模型 给人家用 人家不买单 而且还不付钱 那请问你 我没有收入 最后连广告收入都没有的话 那怎么办呢 我就没有办法去租这么贵的数据中心啦 那没有这么贵 数据中心的建设就会缓下来了 因为数据中心很麻烦在这种地方呢 它现在用了太多太多的 这种AI的晶片 然后用核子 核子什么 发电厂才有办法供应它的发电 电源会非常的贵 所以显然的 它的租用的 每一秒的费用会节节的上升 那节节的上升 就看谁能够推理引擎 谁能够活下来 所以李开吾讲对 商业落地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你不要看今天OpenAI 我看好利亚好大 OpenAI不赚钱啦 反而卖它晶片的这个黄仁鑫赚钱啦 然后制造晶片的这个台积电 就分一点利润 所以你看黄仁鑫的股票是涨12倍 台积电只涨1倍 现在还是1000块的蔡正元防线 上下摆档 所以问题就这里嘛 因为每一个获利模式各自不一样 那现在每一个呢 比如说大陆上可多了 那个什么 这个腾讯也做 那个谁也做 然后美国Amazon也做 Google也做 每个都搞了一大堆 终结问题 谁会赚钱 这个就是考验的所在啦 那不赚钱的会被淘汰 所以有人讲说 AI会泡沫化 AI不会泡沫化 剩下的活下来 跟互联网一样 我印象深刻 那个他比较年轻 我们大家还记得 刚开始美国出来的搜寻引擎 至少有9种 后来 现在是他Google一种 其他都被淘汰掉了 还有最早那个什么 那个spare shooting Lotus 123 你应该还记得 很红 好几种Excel出来 全部都挂掉了 这个就是一种市场竞争的现象 所以李开吴讲对了 会赚钱的才是王道 所以美国担心的 不只是中国大陆的 他的AI上面的这种推力引擎 其实还要担心的是 中国大陆不断的取得 最新的先进制程的这种晶片 所以美国政府现在持续的盯上的是大陆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来看的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大陆可以从不同的管道 拿到最先进的制程 这个是美国非常担心的 先是华尔街日报 先前做了报道 说为了规避美国的禁令 有地下商家 透过新加坡把灰达晶片 绕道送去中国 那让这个灰达第二季的占比 攀升到18.7% 另一方面发生的是在近期 台积电的部分也是受到了影响 台积电最近向美国商务部通报 说他旗下的客户一次 将受管制的这个产品出货给华为了 那外媒也做了一个报道 台积电内部还将此事件称为高度警告事件 因此在大约两周前 台积电发生就是立刻停止向该客户出货 并且也向美国还有台湾政府赶快的来做通报了 可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台积电过去在内部程序 一向都是非常严谨的 大部分都是紧密的跟美国政府合作 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这一次会突然间传出华为手上拿到了台积电的晶片 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师 对其实就是说 其实我找一些相关一些资料 这个资讯到底是正确与否 其实可能还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悬念 那但就是说这个资讯的一个释出 其实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可以操作的一个空间 比如说我觉得从几个脉络来看 如果从美国政府作为一个基调来看的话 这有可能是美国政府他不断的透过一些可能的宣誓去凸显出 我就是要制裁你华为 我就是要去强力的限制 美国或者是美国这些协力的一些厂商出口一些高阶 或者是敏感性的一些技术或产品输往中国输往华为 我觉得美国是做这样的一个高调的一个强力的一个宣誓 那第二个可能的情况就是说美国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的一个释出 其实去压制台积电或者是其他的科技公司 你不要想就是说在美中的市场里面 希望能够去把鸡蛋平均分配 然后在美中的市场里面游刃有余 那美国他只是要你就是明确的选边 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我美国的一个篮子里面 因为只有你台积电也好 或者是一些相关科技的公司 你把所有的相关资源都堵到我美国的一个市场 去配合我美国相关的一些政策 那美国才会有把握在这整个跟中国方面的一个晶片 一个战争中间 取得相当程度的一个利基 或者是利于不败之地 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应该也是一个美国政府的一个考量 那第三个可能的一个情况就是 是不是美国政府他在跟台积电去唱双簧 去唱双簧 因为这次这个讯息的一个释出是 说台积电的下游的客户 去把一些相关敏感性的一些产品 去卖给华为 那所以呢会不会是某种程度 美国跟台积电在唱双簧 然后演一出戏要去制约台积电的下游相关的一些客户 你以后绝对不能做这些相关的一些动作 那另外有没有可能是竞争对手或者是其他有心的一些政治势力 刻意要释出这样相关的一些讯息 去削弱华为在技术上面的一种扩散的一种能力 我觉得这个部分或许也有它的一种可能性 但不管如何各种推论万流归宗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美国是把台积电当作筹码在使 当作筹码在使 那唯有把台积电紧紧的抓在手上 把它当筹码去使 才能够贯彻我美国的国家利益 在跟中国的一个晶片战争过程中间 我美国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好 最后一分钟可不可以请教赖老师 就您怎么看同样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是把台积电当成一个筹码在使吗 还是这件事情您怎么看 我个人是认为台积电目前的处境是里外不适人 台积电是一个盈利事业单位 它要赚钱 那你美国人叫它不要去赚钱 然后今天有别的公司是合法的公司 向它购买晶片 它卖给它以后 然后那个公司再转卖给大陆的某一家公司 然后你要台积电自己去主动举报 主动去查 那这个就有点奇怪了 那为什么台积电今天要做这个事 台积电也被迫不得不做这个事 因为台积电做这个事 你难道不得罪中国大陆吗 那你会让大陆的很多消费者认为 你这个吃里扒外 然后你这样的一家公司 怎么这样子来对付我 那这个对台积电在大陆的工厂 公司是一件好事情吗 对未来 如果说大陆的半导体站起来了 那他未来他对台积电的下手 那可能就不会是同袍兄弟的感情了 那这个时候一旦如果可以把人打垮 那为什么不把人打垮 我觉得今天台湾的执政单位 必须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厂商 不要出卖自己的厂商 让自己的厂商好像孤儿一样 好 谢谢赖老师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这一节我们来关心是 每日两年都会一度举行的这个联合历舰 历舰的联合演训在10月23号正式展开 会一直延续到11月1号 这几天 期间都会在日本的冲旋九州一带来进行这个 不管是海上或者是空中的实战上面的演习 这一次的演训规模相当的浩大 动员了总共是达到4.5万的兵力 还有看到的是包括了F-22啊 F-35在内370架的战机 都会参加在这场演训上 兵力规模说是历年来最大的一次 目前包括了美军最先进的F-22猛禽 以及他们的F-35第五代的战机 都已经陆续抵达日本境内的基地了 另外有全球最强称号的F-22 也首度进驻在宫崎县新田园基地 验证了美国空军敏捷战斗部署的一个能力 最终目的还是在战事如果发生的话 可以迅速将战力扩散到这些印太地区 使得对手难以造成重大伤害 日本的方面他的航空自卫队则是 将会投入他的12架的F-15战机 在这一次的演训当中 历见刚刚提了 是美日两年一次规模最大的联合实战演训 从这个美日双方增加部署的规模来看 首要假想题到底是谁 是俄国 是北韩 还是中国大陆 4.5万人刚刚说这个演训规模重点又有哪一些 我们请赖老师来带我们看 这个以日本的统筹幕僚长 我们把它简称为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参谋总长 这样的一个吉田归秀 明摆地说就是针对中国来的 就是针对中国来这么大的规模 这个规模要做什么呢 其实是美国在实际上帮日本训练 联合突击登陆作战的演练 它里面包括有海军陆战队 可是日本因为受非战宪法的约束 不能成立海军陆战队 为什么陆战队是攻击性的 它不是防卫性的 因此日本你也知道是两面人 他一面说我遵守这个法律 二方面他就把它做成为一个陆军的海军陆战队 这是这种陆军的可以在海上打仗的军队 反正就是就跟加贺号一样 因为按照规定你不能做航母 他就把头跟尾都切断 就做一个初音号 说这是两栖运输舰 但是呢全面一段烧起来 后面一段烧起来 就形成了航母的距离了 这就是日本 日本永远造假 永远在欺骗 习惯就好 好 那美国这次的演训 它的科目 您讲的重点 它是这样的 先从日本的最北边 北海道 他们的装甲车的军力 然后要从北边支援到南方来 所以它可以经由 民船 就是滚装船 还有就是铁道运输 包括高铁 把这些从北海道往南运 然后到了横须货 那有一部分的军队 从横须货的港 然后到了九州 然后主要的场地是在鹿尔岛 一直到琉球群岛 这整块区域 那这整块区域中 日本您刚刚讲的 它派了三万三千多人 美国一万两千多人 所以有海军陆战队的 登岛作战的演练 那这个就是夺岛作战演练 夺岛作战在俄罗斯来讲的话 当初他们开始演练的时候 俄罗斯是认为 你是打算要登北方四岛 就是北方四岛的演练 所以俄国最早 他们开始演练的时候 眼睛定了他看 那现在的情况 看起来 吉田归秀讲的 就是我对 针对中国来的 那也就是说 如果两岸之间爆发战争 日本卷入的话 那日本 未来的战争 可能就是 就是这支军队要来打的 那所以他有做什么呢 例如说 这次美国 美国也把这个海马寺的一个导弹 装到了这个宫古岛 这个附近 也就是在台湾的宜兰的东侧的这个岛屿 宇纳国岛 宫古岛 装了这个岛 可是美国有前科 美国过去 他演练完了以后 就把武器都留在那里了 本来宫古岛这些地方离台湾太近 不应该放海马寺 但是美国到菲律宾去演练的时候 就把中程导弹带过去 就留在那里了 那也不排除美国这一次 在这个地方演练以后 就把海马寺放在那里 美国现在又帮 又要日本帮他修很多离岛的空军基地 或是离岛的海军陆战队的基地 这基地是做什么用呢 作为就是说 未来美国分散兵力 然后的这些岛屿 可是他又要求日本 必须要有人岛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岛就有一些基础设施 所以这些基础设施都要有 可是他又要演练一个 一旦爆发战争以后 美国海军陆战队要使用这些岛屿 所以他岛上的居民要转场 所以鱼音直升机来了 就把这些岛民就做转场用的 那换言这也就是 美国整个演练要日本配合 就是到时候打仗 日本你打第一线 我美国人打第二线 必要的时候我脱离战场 我支持你跟大陆打 那就又是一个新的代理人战争 好 看完他们这一场演训背后 所谓的这个战略策略之后 我们来看看实际的战力 因为大家也在关心说 自卫队上面的这个加赫号 他首度的迎接的是F35战机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现在已经成功的降落在甲板上了 那他标志就是他这一艘前身为 直升机航空母舰的自卫队船舰 加赫号正式成为航母 那加赫是同时能够运用多架直升机的 一式集中的第二艘护卫舰 2017年服役之后配备的是 以无基地为中心的第四护卫队 排水量的部分达到了19500吨 全长248米是海上自卫队 目前最大的战斗舰艇 好 他这个F35搭配的 这个加赫号未来的重点任务会是什么 我们也请委员带我们看 那这边说对标中国航母几乎不可能 那是对中国的海警船来下手吗 委员又怎么看 对中国的海警船他当然赢了 因为中国的海警船顶多就是一万顿 而且中国的海警船不是有重武装的船舰 它都是一个轻武装的 像警察所佩戴的配枪这样子而已 而不是像这个海军陆战队或者这个坦克兵 他们的重武装的 但是有个不同的地方就是 海警船原则上都是在中国近海 我刚才讲过1000公里的防线范围里面 就是中国导弹闭着眼睛打都打得到的地方 如果说超过1500公里 我不敢讲中国的导弹有那么厉害 在1000公里里面大概闭着眼睛打 是实打实准不会落实的 那你去打中国的海警船 中国海警船就当作一个把船让你打打看 没有什么损失 这是什么损失呢 船上人员就跳船游泳就好了 让你打 但是你加贺号 虽然你有F35 但是战机数量并不多 你有直升机 那也没有什么重武装的实力 你这种船舰本身 就是没有太强的导弹发射能量 它并没有垂发系统 对 可是你现在为了让F35B能够降落 它已经把它加到三万吨 可是它的引擎并没有增加 所以它的速度会减缓 就会造成一个结果 中国的导弹速度不管怎么样都比你快 所以只要是在台湾岛四桌 或者东海 黄海 渤海 这个海域里面 不要讲日本海 日本海可能距离 中国导弹机率会超过一千公里 大概加贺号都没有生存的空间 完全没有生存的空间 因为它的武力没有那么强 如果它有垂发系统还可以 但是如果要靠F35B来做一种进程的侦查 当作F35B来暂停的基地 那可以 可是F35B虽然是逆中的 麻烦是你那个加贺号都不逆中 不逆中就整个当落把子打了 对中国来讲是 有这么自己送上门这么容易打的吗 所以我是觉得所谓的对标中国航母 对标中国海警船 从战略的角度来讲 它意义不大 意义真的不大 只是日本人就很开心 我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小型航母 这样子而已 好 看完这个航母的学际战力 我们也来观察说 那这场军演的举办时间 因为是选在美国总统大选前 是在东亚最大一次的军演 所以是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政治氛围 这一场演训叫历舰二无演训 画面上我们看到包括了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科勒 跟日本防卫省的统和幕僚长 都一起出席 在这次的开幕记者会上面 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两位都站在一起 那这个记者会的地点就是 平泊于日本长崎基地的一个美国海军 两栖船务运输舰的圣地牙戈号上面 所举行的 哥勒特别强调在演训期间 会向外来展现美方维护日本免于 受到任何外来侵略的决心 日方也强调了日本周遭 无法排除发生和乌克兰同样严重事态的可能性 有必要的话会提升自己的防御能力 好 请你老师来带我们看 现在美国总统大选前举办这样 有什么样的政治讯号 对 基本上我认为大概有几个考量 第一个考量来讲的话 就是说当然是要强化美日联盟这样的一个关系 因为强化美日联盟这样的一个关系 也能够去一定程度调日本的一个胃口 日本会觉得就是说 他确实是美国在亚洲 东亚最强的一个伙伴 那所以把日本的一个胃口调高之后 日本可能有某种程度的一个期待 就是说能够摆脱这整个战后宪法 对他的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框架 我觉得日本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期待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这些相关的一些动作 其实也是给美国东亚的一个盟邦 比如说南韩 或者是台湾看 意思也就是 如果有什么事情 你放心 我美国会对你去进行 落实我自己本身的一个承诺 那如果对大选来讲的话 美国当然要去建构 就是说对于世界局势 它还是有能够handle的一个能力 因为毕竟现在中东的一个战争 或者是俄乌的一个战争 还没有办法 美国control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美国当然要凸显出 他在东亚方面的一个控制力 也凸显出我对中抗中的一个外交政策 是非常非常强硬的 我还是这整个世界霸主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可能是他在选举过程中间 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考量 希望能够去帮贺锦丽做一定程度的加分 谢谢 谢谢 谢谢刘老师